有视频显示,德州警卫队正在往边境运送M1A1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德州副组长甚至请告拜登,别惹德州 大家好,我是海和 前不久一个朋友和我提到,要说吃瓜还是美国的瓜大 这才没两天,拜登政府又出大幺蛾子了 处理不好,甚至有可能引发内战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争权的势头很足 美国的起因都很小,但在自由民主的影响下总会变得很大 这次事件的起因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因为边境非法移民的问题 擅自决定派遣国民警卫队封锁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线 引起了拜登政府的不满 按照美国联邦法律,德克萨斯州在为获得联邦政府授权的前提下 是没有权利擅自关闭边境的 拜登认为阿伯特身为一州执掌 公然藐视联邦法律,就是藐视自己作为总统的威严 有必要给阿伯特紧紧皮 这皮一紧就出事了 据美国媒体报道,拜登直接对内制裁 取消了原计划安排在德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还发出了严厉的通牒,要求阿伯特立即撤回国民警卫队 许可法院还派遣联邦警察去拆除边境铁丝网 没想到阿伯特和拜登直接杠上了 阿伯特认为自己作为一州执掌 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辖区,不受非法移民的困扰 对拜登的要求不予执行 不仅如此,阿伯特还发布了一份声明 阐出了自己的正当性 谴责联邦政府政策不大,管辖不利 这还没完 其他25个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对阿伯特表示支持 甚至不少州已经开始调用兵力 有的州派出了自己的警卫队去德州给阿伯特助威 有视频显示德州警卫队正在往边境运速M1A1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德州副州长甚至警告拜登别惹德州 同时特朗普也在给拜登上引药 对阿伯特对抗联邦政府的行为表示支持 美国的瓜果然够大 有朋友不禁想问美国这么强的军队还管不了一个州吗 其实不是管不了,是没法管 德州被外界戏称为孤星共和国 曾经还独立过 闹独立的声音也是从没断过 而且德州也有闹痛的底气 其工业能力和经济实力在全美也难有敌手 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美元 如果真独立了也能在全球排上第11名 更要命的是德州民风非常淳朴 长期活跃着反联邦政府的民兵组织 这也是美国FBI重点关照对象 而且德州民众普遍持枪 到处都是射击靶场 正班警的搞事恐怕也够美国喝一会儿的 但是我们心里也要明白 这就是一场各地方政府夺权 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闹剧 双方虽然言辞上比较冲动 但其实就是打打嘴炮 调动国民警卫队做的样子而已 也算是对拜登政府施压 各州州长向联邦政府讨压更多权力 也有特朗普这样的依靠舆论造势 来给县政府制造软弱无能 民主公敌的形象 不过考虑到美国的经济问题和边境问题 以及中东的伊朗和抵抗之乎 对美军的频频吸扰 拜登政府正面临了巨大压力 现在对阿波特的态度已经开始软了 好 本期话题就说在这